树民大百姓是头家 欢迎收看树民大头家 来看到就国会改革说 官员被询不准说谎难道有错吗 但是绿营的全五行 是不是在阻挡国会改革呢 连美国的议员都点名说 是绿委搞破坏吗 另外现在说要开放观光 还要开放陆生 是不是想要释出善意呢 但赖清德就只是喊出说 两岸互不隶属 让赵春山感叹说 可惜没有抓住机遇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来宾 第一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董志森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郑诗诚 远宜大家好 好来看到今天朝野立委 在立法院再战国会改革法案 虽然没有像上秋五一样 那么严重爆发全五行 但蓝绿立委还是在一场里面 内外都爆发了口角的冲突 连来台湾参加520就职典礼的 蓬佩奥都算说 哇 在台湾可能得要学会 跆拳道才有办法在立法院工作吗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韩国瑜院长说 国会打架打得头破血流 让世界看到不是台湾 真善美 我的心里真的很感慨 新总统昨天才刚刚就职 如果今天又发生冲突的话 要怎么交代呢 就底下所有的这个绿营的 这些委员们就大喊说 韩国瑜不要废话退回穷审 韩国瑜要负责任 整个道呛瞎乱成一团 不过上周五冲进一场 结果不胜从主席台上 衰落的沈柏扬 他今天还是当然来到了立法院了 不过可以看到他的造型 头上是包了一大层的纱布出现 看起来伤势很严重吗 但是就被人家发现 520的时候 他不是去出席了就职典礼吗 招牌的发型在这里 看起来好像还好啊 那为什么今天去包成这个样子呢 这位有人说 到底是脑震梦来包纱布吗 还是其实是演戏演了个半套吗 那你为什么昨天不一起演呢 好 那么另外呢 在现场呢 也发现很多这个 上周五就有来的人呢 包括这个一度很激动 站起来的伦椅妹 今天也再度现身在立法院 等于是又是绿营号召了 很多群众来集结吗 范雲委员说韩国瑜无视超过千人的抗议 是多数碾压民主的程序 但是今天有众议员 竟然不是这样子来看待 跟范委员你想的不一样 好 不过我们来看到 这国会讨论的法案 包括了这个要做 藐视国会罪 在今天二读通过 里面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好 他说 规范被执询人不得反执询 不可以拒绝答复 还有不能够拒绝提供资料 或是其他的藐视国会行为 为者要移送法办 除以两万到二十万元的罚还 讲的到底哪里有问题呢 而且违反者也不是说 立法院说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要移送法办 是法官来决定 你要罚两万还是二十万 到底有哪里不公平 到底有哪里有问题吗 而这国会改革无法呢 包括总统要来国情报告 立法院有调查和调阅权 有藐视国会罪 还有强化人事同意权 和立法院政府院长的记名投票等等 请问律元委员到底是为了什么 打成这个样子 到底你对这无法 哪里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无法有什么不对劲吗 美国的众议员 史密斯在给赖清德发祝贺的时候 就特别指出说 赖清德首要挑战之一 就是要克服民进党内立场 比较激进的立委 在立法院的干扰 尤其是这些律委所反对的 强化监督制衡的国会改革 哇 这个是美国众议员的说法 过去还曾经是民进党支持过的法案 怎么这次反对成这样呢 这史密斯就直指说 这些法案其实是成熟繁荣的民主象征 结果是在野党提的国会改革 而民进党不止全面阻挡 连自家提的版本也一概封杀 难怪是连美国议员也都看不下去了吗 立文怎么看 的确 台湾即便民主化之后 在国会永远没有办法理性的对话 然后民进党多数的时候就多数暴力 不顾程序正义 也不顾实质的正义 完全碾压 藐视国会 民进党少数的时候 也是一样用暴力打破头 也是一样藐视跟践踏 所有国会的民主程序 怕人的划救人 然后今天还好意思绑个白布条 写民主已死 民主已死你们根本都是丧失 民主已经死了八年了 所以不就是死在你们这群人的手里吗 但是这就是民进党 他就好意思 他就是可以睁眼说瞎话 他就是可以指路为马 他就是可以硬把黑的说成白的 然后他有很多的绿媒 他有很多的侧意 他有很多的打手跟他一起唱双谎 配合演出 讲到这点 其实国民党应该要检讨 这么多年都没有学会 不是要跟他们学坏的 而是你的论述 你的文宣战 你在直播里头 所有的直播 你的梗图 你的论述 你的短视频 其实要把他当作是在打选战一样 而不是只是五十几个立委的事情而已 不是只是在国会的议长里面的文工武斗而已 这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政治的战争 很多人搞不清楚 赖清德 昨天才登基 就职 那 请问新上任的赖清德总统 你不要讲了一副好像跟你没有关系一样 你不要讲了一副好像这是很遥远 其他国家的国会所发生的事情一样 也不要讲很多的废话 什么叫做多数 多数这个 少数服从多数 多数尊重少数 你告诉我 请问赖清德总统 你对国会改革的态度是什么 民进党从党外到现在 这都是民进党常年的主张 执政之后就望得一干二净 换了位子 换了屁股 就换了脑袋 国会藐视国会罪 现在被民进党污蔑抹黑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谁反民主 是谁反动 藐视国会罪 所有先进的民主国家通通都有 你们最喜欢的美国 就有藐视国会罪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不行 所以啦 是谁想把国会当成人大 不就是民进党吗 今天大家印象都还很深刻 为了TikTok 美国国会还把人家外国人 以一个奉公守法 安分守己的生意人周寿兹 新加坡人 他还不是美国人 他既不是官员 他也不是美国的商人 他是新加坡人 美国国会都把他调过去问 然后美国国会议员这样子调打他 那周收姿不是 也是很乖乖的 非常顺从的 当然他是理直气壮 但是他也是一样 配合整个美国国会 对他的这些审问 这不就是你们最崇拜的美国吗 美国国会可以 为什么台湾国会不行 台湾是二等国家吗 请问民进党 我们是二等国家吗 所以美国国会有的配备 我们没有资格 我们不配吗 那请的你告诉我啊 你对现在在国会 产生重大肢体冲突 跟你所 一天到晚在放在嘴巴里面说 台湾要团结 朝野要和解 如果你不是说废话的话 你告诉我嘛 问题的核心就是国会改革 那你支不支持啊 那如果你支持的话 你为什么你们的国会党团 是这样子恶干的呢 那如果你不支持的话 你讲清楚啊 你就是一个反对改革 即便是少数 你也要独裁 你也要一人霸权 不听国会的 不听民意的 你不要不表态 你不要躲起来 你不要在那边扮白脸 然后叫你新潮流的这些打手出来 扮黑脸 钟家宾不就是你们的嫡系吗 郭国文还是你台南的嫡系呢 这不是你两个 你放狗咬人吗 不是你派出来的打手吗 所以赖清德你不要躲起来 也不要在那边混淆是非 那这些人都是戏精演戏 也很大 轮也搬出来了 对不对 那个沈柏阳书都白念了 纱布还敢包在头上 你也好意思 这不是三流舞演员吗 就是你们这些人 没有是非 制造无端的仇恨对立 瘫痪台湾的国会 是谁在破坏台湾的民主 是谁在破坏台湾国家的尊严 不就是你们这些人吗 是谁在分化台湾 赖清德你还好意思说 台湾人要团结 不要被老共统战跟分化 所以你们通通都是老共派来的吗 不然你们为什么一天到晚 分化台湾 制造莫须有的仇恨跟对立呢 你们居心何在 你们这些人 不把台湾搞垮 不把台湾搞破碎 你们不甘心不甘愿是吗 大家都看得非常的一清二楚 你还以为太阳花会再现啊 没有了啦 被骗一次 还会被你骗第二次吗 现在还有谁哪个年轻人 还会这样子风起云涌的 来帮你包围国会 占领国会呢 就永远那三四百个打手 然后你就说 什么几十个团体了 又上千人犯云 我就说我们现场四个人 也可以成立四十个团体 真的 不就是这样吗 成立这些团体有很困难吗 你游美女还敢干冒的 律师公会的名会 拿来介入台湾的政治斗争 还被你自己的成员律师 出来踢爆你凭什么 拿律师公会的名号 这样子滥用呢 那你不是就是 唯恐天下不乱吗 你们这些人 居心何在 每天打着爱台湾的旗号 害台湾 害死台湾 不害死台湾 你们不甘愿 民进党不断的强调 国会改革是个黑箱法案 那我们就看今天立法院 二读通过的这个 藐视国会罪 条文里面规定 被执询的人 不能够反执询 不可以拒绝提供资料等等 那违反的人是被移送法办 而裁罚的也是法院 不是立法院 那立法院要求官员 不能够说谎 面对民意的监督 必须要诚实 请问到底哪一点有问题吗 国会改革希望总统国情报告 能够常态化 先前赖清德 他自己也说 他很愿意到立法院来报告 那么结果 绿营的立委 现在却群起来反对 难道是想打脸赖清德吗 然后绿营的立委 抱了女立委起来摔 然后抢议事人员的文件等等 这个民进党 他们到底是为了赖清德而打吗 还是为了捍卫官员 说谎的权力来打架吗 到底是为了什么 要打成这个样子 汉田 王定宇早上po了一张图 他说哇 国民党跟民众党 把大门给锁起来了 这叫做物理性黑箱 封住讨论 我一看笑死 绿营崩溃了 这为什么我们要把韩国瑜 后面的大门给锁起来 那是因为害怕有人为了要闯主席台 踩在背上 然后摔倒 是为了保护你啊 是为了保护你 你还不知感恩 这就叫所谓的物理性黑箱 你们民进党每个人不都在前面鬼吼鬼叫吗 不都有在前面发言吗 哪里有黑箱呢 而且反观 用铁链锁大门这种事情 民进党才是立法院的始祖不是吗 前面都不要讲 2007 2010 2013 2014 民进党哪一次不都是用什么机车锁啦 铁链啦 三秒交啦 去锁大门 民进党锁大门是不让立法委员进场 不让立法委员开会 现在国民党锁大门是怕你站到主席台 怕你摔倒 是保护你 两者岂可同相比较 而在一个层次 透过今天啊 光是在一个上午 我们就能够见证到民进党有多荒谬 多离谱 大家不是鬼吼鬼叫说 这个要讨论要讨论 韩国瑜院长就说 好我们现在呢来进行逐条讨论 那国民党跟民众党同意了 那民进党呢 民进党就在下面鬼吼鬼叫 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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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要讨论啊 好过一阵子韩国瑜说 好那我们现在来协商 然后韩国瑜就进去等协商啊 民进党也没来啊 就民进党柯建民一样在前面鬼吼鬼叫 所以要讨论不讨论 要协商不协商 就在前面鬼吼鬼叫 那最后呢 好柯建民呢也来发言了 好那好你就来谈一谈 到底对于这个国会改革版本 到底法条 哪一个字哪一个句 有什么法理上的问题 有什么这不对的地方 你说出来 那柯建民说什么呢 柯建民说你是习近平 他不就这样讲吗 他站在台上的是习近平 卖台 这就是民进党的水准啊 你要逐条讨论不讨论 要协商不协商 给你发言的机会 最后讲了半天 你就只能够抹红跟泼粪 如果这个法案版本是卖台的话 这些法案版本每一个都是过去民进党 2014 2015 2016年就提出来的版本 所以要卖台那是民进党八年前就在卖台了 现在是在帮民进党兑现过去的政治承诺 在帮民进党兑现蔡英文当初的国会改革法案 结果被民进党扣上卖台 所以当然是毫无正当性可言 就光从今天早上 民进党还有韩国瑜之间的这些互动 就能够看得出来民进党的本质 已经荒谬跟离谱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完全没有料 到底内容哪边有问题 说都说不出来 只能够讲一句台上的是习近平 这一招如果继续有用的话 我拜托民进党继续用 未来台北市长选举 蒋万安遇到民进党候选人 好请问一下这个你当选台北市长 你有什么证件 蒋万安是习近平啊 张三正PK这个民进党候选 这个桃研市长张三正是习近平啊 我拜托民进党最好每天都这么讲 每一场都这么讲 就看到底还有多少人会信 所以对于民进党在立法院亲自展现了自己 不论是宿罪还是认识的话 还是这个鬼上身 还是卡到阴 就怎么会讲出这么样离谱不堪的话呢 那真的就是离谱他妈帮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今天韩国瑜站上主席台的时候 对于立法院打架打得头破血流 让他很感慨了 但是呢就台下的绿营立委呢 还是不断的高喊翻黑箱退回重审 让韩国瑜始终没有办法把话给说完 然后沈博安还抱怨说 他要上台发言呢 就马上表决没收 让他一句话都说不到 如果再也打按照程序来走 今天也不会搞成这样的场面 然后蔡逸宇跟这个色彩清绿的 这个全国律师联合会 还痛批立法院用举手表决 是破坏民主宪政 先不说立法院的议案表决方法 第一项就是举手表决 过去这么多年 哪一次没有举手表决呢 而且4月16号 绿营在司法委员会 还连提了44次的散会动议 就是靠着举手表决来吞下了败局 所以民进党一直都指控别人搞黑箱 洪梦海就指出说 再一党要推国会改革 是已经办了三场公帝会 还办过了一次的专案报告 结果国会改革法案要逐条审查 使民进党又提了44次的散会动议 那到底是谁想要让国会改革 连个讨论的空间都没有 连讨论都不行呢 董哥 民进党故意用这种方式来拖延 那他们很早就想方设法 想说拷贝 复制十年前的太阳花 所以所有的招数都一样 还是喊反黑箱 哪有还是找几个青年学生 在门口喊一喊 那大家其实都看破他们的手脚 现在跟十年前最大不一样是什么呢 现在是民进党在执政 所以你看到这批人方唐 然后看到沈柏阳那种表演 大家想这就是黑熊学院的水准 没有错 看到这真是哈哈大笑 你们不是要训练三十万个神抢手吗 在哪里 已经讲了多少年了 所以今天看到 在他的心里 是啊 在纱布里面 你们在台湾完全是在欺骗在搞笑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作为都没有用 国民党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你只要跟民进党一推浪 你始无葬身之地 民进党除了欺骗 两头勤骨得寸进尺 过去在马航九时代 他们在六岸少数 可是国民党就认为说给他一点善意 结果国民党 那时候是什么下场 十二年不能执政 从头到尾都是民进党取得发言权 为什么 因为他们掌握台湾 百分之九十的媒体啊 不听话的把你关台啊 听话的周刊 我就送你一个电视台啊 这就是静电视啊 大家看到情况就这样 所以这个党已经毁一首思 他们毫无羞耻感啊 那当然他们周遭的人也一样 显速别人 然后就在那边喊 台上就是习近平 他是习近平 赖金河你不是应该找他吃虾仁饭吗 国业虾仁饭 国业啊 是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 他们已经荒腔走反了 用当年的太阳花的模式 立法委员心神丧失 是不是应该丧失资格啊 这种人不能让他做结印 太危险了 对哦 拿出双刀出来 是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民进党 他这些年来吃香喝啦 周遭拉这团体吧 全国律师公会理事长油美女最可笑 陪着沈柏阳出来讲 哎呀 棘手表达不行 油美女你好歹干过民进党两届不分区 你当然知道里面 要表达可以用表达器也可以棘手 当然是啊 这是现有的法力 不要装了啦 想当年 马上就提名油美女当监委 他也赶快靠过去 然后总统 马总统介绍 后来没过 没过开始怪 都马英九不给我够 马英九不给你够 干嘛提名你 各位你今天看到 哪里有位置就往哪里去 大法官黄卫明是他老公啦 我告诉你 都在吃喝民进党 民进党执政什么都有 国民党执政本来也有 后来没有了 这种人 然后说 我强国律师公会理事长 我讲什么就是什么 可以吗 那你要讲民主 你应该开前提会员大会来问 我要发表这个声明 你们同不同意啊 不是我当理事长就可以啊 对不对 你今天看到情况 韩国瑜在立法院 也是大家的意见为意见啊 然后按照议事规则啊 这就是一个风范嘛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 民进党然后周边组织 沈柏阳这些人 你除了搞笑还能怎么样 这种人号称在当教授 沈柏阳是台湾最会搞认知作战的 认知作战是怎么样 就是一种表演啊 他太可惜了 他在台北大学技能 他应该去教戏技系嘛 对不对 他只会表演 而且表演了 过头自己表演越开心 上个礼拜五 他是穿黄单衣在里面 你知道吗 然后摔倒 摔倒就开始表演 脑震荡 会怎么样啊 就开始放消息 然后好像 好像国民党把他怎么样了 你踩在人家头上 踩在人家肩膀 哪一个人的反应不是把你推掉 你凭什么踩我的头上啊 你平常在人民头上 拉屎拉尿习惯的是不是 你们民党就是这样啊 然后今天 你踩我头上 我只能让你踩吗 天底下有这种事情吗 这么野蛮的党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他摔下去 假装 我们都严重 都怎么样 今天上午还在放假消息 说他们 严重的要做什么呢 他们已经做了MRI 他们做了核磁共振 哇 多厉害 结果台大出来火认 台大说哪有跟你做核磁共振 只有跟你做了CT啊 CT是什么 大家也知道嘛 对啊 就是电脑的断层扫描而已 你不用在那边讲鬼话 以为别人不懂啊 这些当教授的到处这样 结果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就头残纱布 你可真会表演耶 我们看到这些人 你真的讲 我们台湾设计看那么清楚 现在是什么时代啊 现在走到哪里都有摄影机 所有东西 你就逃不够别人的花眼 可是他们还用过去的方式在操作 过去太阳花很成功啦 那今天为什么年轻人不来 被你骗过了还来吗 对不对 太阳花 最得意的是谁 昨天开始领 爱心20万的林辉凡 人家老到好处 人家本来只有9万现在变20万啦 那你们其他那些太阳花 对不对 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牵到王阿波 你们最后是什么 大家看到台湾的氛围 台湾的社会 民进党在用10年前的太阳花 要套在今天 所以要抗中保台笑死人了 这是国会的一个强化 大家要来怎么监督政府 这个和抗中保台有任何关系吗 他们还去骗说要通过了那两兆的 发动了高速铁路 胡说八道嘛 根本没谈啊 上个礼拜没有谈是为什么不谈 交通部长新的都还没上任 你怎么好意思谈 人家这个就是善意嘛 结果他们去骗嘛 然后到处 在网路上到处讲 国民党就要过那两兆了 会让国家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是假的嘛 民进党在自己执政以后 还拼命的放假消息 告诉你这就是认知作战 所以各位朋友 台湾世界最会做认知作战是民进党 他们是最可怕 他们每天在丑话别人 讲的东西都是假的 民进党还有什么本事 就是造谣抹黑丑话 就这样而已嘛 好的确了 今天立法院的场外也是啊 又聚集了一群黑熊学院的青年 那么网友就发现带头的啊 又是被抓包啊 曾经一个月花1.6万去买 大麻的一个政治网红 范宇怒呛呛说 韩国瑜无视场外 有千人在抗议 碾压少数民意啊 然后呢网友就算说 不是吧 他说他看这个立法院外 比较像是一个大型的求职现场 过去民进党是借由这个太阳花 攻占立法院而取得了政权 带头的林非凡 就姚信一变从09万 现在大家说他是020万啊 那么蓝白现在要推国会改革 结果绿营马上呢 又找来了一群年轻人 到立法院的外头来助政了 看看过去的太阳花的要角 不然呢就是当了明代啦 不然就是高升 现在是国安高层等等 那民进党是不是等于是用行动 在告诉年轻的朋友们 大家有为者易若是啊 石成哥怎么看 我先 那个主持人刚刚问的问题 我最后才谈 我先谈外面今天举的标语 叫做没有讨论 没有民主 我们立文刚刚从立委下来 过去八年 民进党立法院占多数 讨论个鬼啊 过去的八年 没有讨论没有民主 请问这些年轻人 过去八年的立法院是立法局 你们那时候在哪里 在月球 在火星 没有出来抗议 过去八年没有抗议 现在要真正把国会的尊严拿回来 跑出来抗议 黑熊 还有什么太阳花2.0 拜托好不好 美国现在大学生也在校园抗议 他们抗议的是谁 是执政的拜登啊 支持以色列啊 你们现在跟着这些外面这些人 被这个执政党发动 然后说哎呀 看不会无视于外面这些人 都是你们发动的啊 今天还好国民党跟民众党 没有发动另外一批年轻人 不然的话我跟你讲 国会外面 我们的立法院外面就大乱斗了 乱七八糟 然后刚刚讲林非凡这个事情 你知道林非凡那个时候 还穿什么战袍战衣 在太阳花那个时候 刚刚立文啊都讲得很好 那时候民进这个那些年轻人 包括我的这些后辈都被你们骗了 偏到后来请问一下 你们抗议ECFA 这个请问一下这个蔡英文执政了八年 ECFA有取消吗 没有啊 抗议了半天没有取消 你们在抗议什么 然后现在呢 这个林非凡官越做越大 想当年他从太阳花下来 也有骂一下民进党 结果呢民进党就把那边当官 从副秘书长 本来是国安会的咨询委员 哎呦呦呦官太小了 其实领的不够只有十二万 现在国安会的副秘书长 不带月薪二十万 年薪三百万 你以为外面那些年轻人 你以为每个都林非凡 别闹了 别闹了 没有那么多职位给你们啊 我跟你讲 外面的年轻人 民进党把你们利用完了 就哪边凉快哪边去 很多当年太阳花了 现在跑到哪里去 去大陆找工作啊 我们年轻人要有自己的想法 不要被洗脑了 对不对 现在民进党在国会没有多数 当不成立法局 没有办法跟上面的赖兴德交代 只好这样子乱闹一通 那个郭国文 郭国文去抢那个七十几岁的秘书长 等那一本东西抢来了 然后所有的意思就不算数吗 他是表演给 他是赖兴德的这个新潮流嫡系 是表演给赖兴德看的 还跑跑跑跑 莫名其妙 你知道吗 我们常说 我们不要 我们这个执政党要当家做主 现在我们的执政党要当家做乱啊 请问一下赖兴德总统您刚上任 昨天讲了一大堆 少数要尊 这个服从多数 多数要尊重少数 有啊 马英九当年 国民党国会占三分之二多数 尊重少数 很多法案过不了 过去八年 多数有尊重少数吗 完全没有啊 所以我跟你讲 国会以后这种乱象 大部分民党要负全部的责任 这就是现状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树名大头家 吴尔林前赖兴德 放出希望两岸能够对话交流的 这样的一个风声 然后习近平也说 两岸通俗中华民族一切都好谈 让大家都觉得 两岸是不是有机会要再度春暖花开了吗 但昨天赖兴德在就职演书上 虽然没有提到任何的台独字眼 但是不是其实也已经充满了台独的意涵呢 好 来看到赖兴德他怎么说 他说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又改了我们的国名了 中华民国台湾 好 台湾从总统直选以来成为了最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 前面的主持是台湾 后面结束是在国家 是说台湾是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很多人就说那这就是两国论了 他说无论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或是台湾都是称呼我们国家的名称 但大家最想问的是那请问你赖兴德心中到底是哪一个名称呢 好 所以马英九就跳出来说话 他说赖兴德其实是直接表明了说台湾也是国家的名称 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 这些说法都让两岸面临了不可预测的风险 好 这个知名的学者赵春山也出来分析 他说赖兴德虽然没有提到毒 但是务实台独工作者的影子却是若隐若现 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说赖兴德没有掌握这么好的机会 跟对岸释出足够的善意呀 好 不是说好了 这个叫做要重启观光吗 还说呢要这个拥抱陆生重新开放吗 但真的有办法吗 郑文灿说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你准备好了人家会来吗 这赖兴德的演说是不是已经让善意大打折扣了呢 过去蔡英文就指引说至少还称呼大陆是对岸 结果赖兴德不止没有提两岸同属中华民族 还直接称呼对岸是中国 好 明明中华民国的宪法定义说 中华民国就是分为了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 结果呢 被赖兴德说成是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两个国家了吗 更不用说依照宪法 我们的国民就叫做中华民国 但赖兴德说台湾或是中华民国 台湾都可以是我们的国民 在宪政的层次上国民可以这样子随便大家叫的吗 那大选过后两岸好像好不容易累积了一些善意 是不是就像赵春山说的 哎呀 真的是太可惜了 赖兴德没有把握到这样的一个机遇呢 立文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最糟糕的问题不是赖兴德讲什么 而是我认为赖兴德是完全就是按照美国的意思 他其实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自己的尊严 主权更没有自己的主体性 他就是把自己矮化成彻彻底底的百分之百的一颗棋子 就是美国的棋子 美国要他往后缩一点 他就往后缩 美国要他往前伸一点 他就往前伸 我觉得昨天的这个就职演说其实是美国的授意 不然的话赖兴德他是不会这样讲的 他会不会这样讲不重要 应该是说昨天完全是美国的授意 美国可以在2000年的时候叫陈水扁讲四步一没有 他也可以让蔡英文讲四个坚持 那昨天的520要让赖兴德说什么呢 所以背景是什么 背景是美国被自己的自大傲慢跟误判 然后呢惹了一个俄乌战争 再加上一个尾巴冲突 焦头烂耳 完全没有照他的剧本演出 眼见的俄乌冲突已经下不了台了 尾巴冲突越演越烈 全世界都已经看穿了 美国协助以色列进行种族灭绝的战争罪行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美国的布林肯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叶伦布林肯去啊就干嘛 意思又说我今天俄乌打成这样 他不会去面对他的错误的啦 他说都在中国下的 那中国小时候干我什么事啊 他说因为你还继续跟俄罗斯做生意 那这就是建设等生气啊 然后再看到中国呢 又跑到法国去访问 跟着马克宏他在北约最重要的领导大国 在这个时刻说奥运马上就要来了 俄乌跟尾巴都应该要停火 都应该要和平才对 那美国是什么 然后呢 回到中国之后 又跟普京会面 泽伦斯基不敢选总统 普京反而风风光光的连任呢 也没被美国搞垮 然后呢 逼得普京现在呢 是毫无保留的拥抱中国 然后甚至于普京还在 见习近平的时候 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讲到这么的露骨跟over 那这一些每一天都在打脸美国啊 都在凸显美国的战略错误 都在凸显美国自己最重要的盟邦 他的北约已经摇摇欲坠 不知明天该怎么样走下去 然后呢 他看到他们这些人 反而去跟中国握手的时候 这时候美国要出什么招 美国就想说 我怎么可以让你北京 对不对 这么的好 日子这么的好过 然后相较之下 美国变得左之右处 面子里子都挂不住啊 那这时候怎么办 打一张台湾牌嘛 就这么简单嘛 刚好遇到赖清德520登基就职啊 就是这个时候 赖清德前面四个月都很安静啊 为什么 因为不知道最后美国给他什么指示啊 所以他这四个月到底是要释出善意呢 还是我要非常的强悍呢 不知道 我到底是要演歌子还是要演老鹰呢 戏录没有确定剧本没有拿来 不知道怎么演 对不对 没有像沈柏扬我到底是要绑绑绑纱布呢 还是要推轮椅呢 对不对 还是要拿棍子跟人家砍啊杀啊 对不对 等不到剧本啊 最后美国给他定掉了 讲这一句话 然后呢 看你 老公你能不生气吗 我看你得意多久 这不就是美国人要的嘛 可是 他会让赖清德真的去踩红线吗 不会的 所以呢 又要用赖清德实际上讲这种话 去激怒老公 可是嘴巴上又继续讲说 我是爱好和平的啊 你老公你不要来欺压我台湾哦 他其实是故意要去踩这个神经的 结论是什么 很简单 不是台湾不要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是台湾领导人不要成为下一个泽伦斯基 你们这些人细经上升啊 赖清德 你回去把你的良心找回来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搞台独的话 你应该去跟美国讲 叫美国不要再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叫美国支持你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你才是有 那你不然这算什么 你当美国的棋子 美国要你跟老公投降 你就装孙子 美国要你硬起来 你就帮他在前面打头正式 惹怒别人 那台湾算什么呢 赖清德 你不要变成下一个泽伦斯基 不过很多人都注意到 昨天赖清德依据两岸互不隶属 一讲出口观光旅游累苦 立刻应声重挫 赖清德说他希望要先从开放观光旅游 还有陆生来台 作为两岸恢复交流的起点 今天郑文灿也高喊说 我们都准备好了 但你准备好了 人家会来吗 赖清德从他就职之前 就不断地释出说 希望恢复两岸之间的对话交流 但这一句话说出口 两岸互不隶属 赖清德是不是等于让自己的善意 大打折扣了呢 赖清德怎么看 赖清德何来善意可言 他的言论就是台独 两国论重新包装上市 就是台独 那当然现在有人就被骗了 就说你看他也没改国旗 他也没改国号 都还是一样是中华民国 曹操先当卫公 后当卫王 然后加九次 谁不知道他要篡汉 谁不知道他要篡汉 他不篡汉 他儿子也篡汉 王盲也是 还先当一个假皇帝 当然假皇帝没过多久之后 就篡汉了 所以民进党 现在我不搞台独 那久了之后中华民国就没有了 实际上依照脉络 马英九执政时期讲中华民国 蔡英文推一个中华民国台湾 现在赖清德直接再推出一个台湾 这台湾也是国家的名称 所以未来他就不讲中华民国了 因为在他的世界观当中 中华民国等于台湾 何必讲中华民国 只讲台湾 当然所有的脉络 就是民进党心中的 这个台独建国思维 两岸互不隶属 背后当然有美方的操作 所以大陆一开始回应的是外交部 大陆在昨天首先制裁的商务部 是针对美国四家军火公司予以制裁 看得非常清楚 因为背后缩死的就是美国 但是受伤的是谁呢 未来受伤的可能是台湾民众 我们预判一下 在未来很可能会遇到哪些情形 先讲一些大家比较无感的 第一个包含可能是这个 断了几个友邦啊 大家比较无感 因为我们目前有12个友邦 但昨天只来了8个 4个没来 可能会断几个 第二大家比较无感 可能军机巡舰继续绕台啊 或者呢是可能有更多次的军演战备警巡 或者可能有金门 马祖的内海化 未来也可能会进化到澎湖也内海化 就连澎湖也都是大陆福建的 这个警备船来做巡航了 那甚至可能军机逼近台湾 会更加的靠近 过去最近啊 有逼近到24海里 未来很可能24海里还会再进逼 但这个为什么说大家无感 国防部不告诉你 你就不知道啦 或者呢大家也都习惯啦 海峡中线没有了 大家现在也挺习惯啊 那么再来第三个 大家也可能无感的是商业上 又断了几个水果农鱼产品 具体的农鱼名当然很痛 但是对多数台湾人来说无感 而且呢对民进党来说 你这份额不高 我顶多纳税钱 再补贴给你嘛 就没事了 但真正严重的是什么呢 大陆去年底做了贸易壁垒的调查 那确实台湾违反WTO制度 用我们禁止进口大陆的2500项的产品 我们呢可以在全世界各地 比如我们可以买美国的苹果 买日本的苹果 偏偏不能买大陆的苹果 我们可以买巴西的鸡蛋 就不能买大陆的鸡蛋 我们可以买Apple 可以买Sansung的手机 就不能买华为的手机 当然是违反WTO精神 所以未来大陆很可能要推进 贸易上面的制裁 它都不用像美国一样 说要提高关税 只要把目前免关税的取消 恢复到正常的关税 对台湾的产业就是冲击 我们透过ECFA出口到大陆的 去年是205亿的美金 前年也是240亿美金 所以这些产业 多是什么呢 是纺织 机械 石化 橡胶 工具机等等 民进党常常在讲 台湾这个电子产业很行 半导体很行 大陆要依靠台湾 但是真正在台湾半导体产业 职业的才多少人 台湾大宗其实是传统产业跟制造业 这些才是未来有可能受影响的人 再来一个最关键的 你觉得北京有可能到2028年之前 什么事都不干 让赖清德顺利连任吗 到时候赖清德就讲 我2024年就讲台独了 两岸一样和平啊 那是不是要继续投给我 你觉得北京有可能到2028年前 什么事都不干 放任赖清德能够继续嚣张 连任到2032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头家 在十年前的今天 台北捷运发生了症结事件 震撼整个台湾 没有想到十年之后的同一天 在台中捷运竟然又发生 有人去砍杀民众的惊悚事件 这是一名护校的实习生 他带了三把刀去搭终结 无预警的攻击同车的乘客 虽然他被这个民众给联手制服了 但是还是造成无辜的民众受伤 警方调查发现 他有因病就医的记录 是高雄卫生局的一个列管的人口 过去蔡英文总统 曾经不断的重申要打造 这所谓的这个强韧的社会安全网 那昨天的赖清德总统就职演说 也再度强调说 他要强化社会安全等等 同样的一句话 民进党执政已经喊了第三届的政府了 怎么到今天台湾还是跟十年前一样 连大概捷运都会遭到攻击呢 董哥怎么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模仿 他跟郑杰是同一天 那你也可以看到 我们政府选举的时候 都会讲漂亮的话 蔡英文那时候讲什么 小灯泡事件 小灯泡 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破洞 阿姨会帮你把这些破洞补给来 结果破洞有补嘛 大家看嘛 很多人都觉得说 这个副校学生怎么会是这样 是不是 有一些失节失调或怎么样 可是各位别忘了 前天基隆有一个也是跑掉啦 那是谁的责任 这法务部啊 法务部你让他就医 你要看好啊 没有 结果呢 他大啦啦的 他去坐公车 他现在人在哪里 他在从基隆已经两天来没有抓到 他已经到台北市的三明路这边下车了 最后的踪影 各位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们什么叫社会安全网 我们手里嘴巴讲社会安全网 这些人根本都不当一回事嘛 5月19蔡清祥还在当法务部长 现在我们的法务部长叫郑明天 谁负责任啊 各位朋友 台湾很多东西 就是被这些政治给搞坏了 郑杰被三审定验 18天后就抢劫了 这个就是效力 哪有的效力啊 今天如果郑杰 这个事情发生在蔡英文任内 他现在还不会死啊 是不是 大家都很清楚 可能还死不了 还死不了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我们政治选出了一个怎么样结果 就是怎么样的下场 你社会安全网 空口说白话 你的死刑 你不执行 你今天看到情况就这样啊 各位 台湾其实 捷印越来越多 集结 中结 北结 然后高雄 大家知道了 每个县市越来越普遍 那你如何去防患这些人 你以后再 捷印不要滑手机 你要看左连与社人 是不是可能带刀 是不是目露凶光 是不是精神恍惚 各位 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 它其实是越来越严重 我随便举个例子啊 各位朋友 我们除了今天 大家记得吗 上个月 4月27号 有个 筍龙老阿伯 他做了捷印 他把刀子戳出来 消除损 结果 大家网路一天同情他 民进党的台北市議員说 这个好像不应该啊 后来帮他缴了 罚金一百万 一万块 大家记得吧 社会上大家都很同情 万一他拿出来不是要消除损了 他要砍别人你怎么办 各位 人家有规定啊 各位 我们社会上是一个这样的混乱 我在讲一个媒体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新闻 前天 也是19号 就是基隆 这个跑掉那一天 台北的捷印中山站的站内 有一个人 一个人 他刷卡 爱心卡 捷印的爱心卡 他看到一个女的 就上帝踹他 然后把遗伞拿来 抽他 然后女生大喊救命跑了 你现在碰到这样的人 现在人还没抓到 他一边打女生 然后他跟这个女的不认识 嘴巴讲什么 你为什么要影响我的人生 哇 好高远了 你今天看到 我们社会上已经有很多 这样都是一个社会安全网 应该去注意的 可是没有注意到 那今天 除了嫌疾 拿出来收嘴以后 嫌完以后 不但动越破越大 而且该负责任的人 也没有人负责任啊 对不对 我们看多少逃犯跑掉了 时不时就跑掉了 放个假就不回来了 去抗个病就不回来了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政府体系 你看到了都是一些亲乎 没有人有事情 没有人要负责任 然后看到了很多 重大的刑犯 然后不见了 出国了 大家看了 案例接一个接一个 这个政府已经 没有办法处理 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事 何况这些跟安全有关了 老百姓只能自求多福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警报的按个赞呢 昨天赖金的就职演说 才又强调要强化社会安全网 怎么今天在终结 又有人拿刀出来砍人了 施诚哥 没有 我要帮他们平反一下 他们说社会安全网 指的是加害者的社会安全网 已经建立了 但是受害者的没有 你知道吗 这两天新加坡 这个总理李显荣下来 我发觉说 很多的重要场合 都在新加坡举行 包括我们这个 马英九跟习近平的见面 包括川普跟金小胖的见面 都在新加坡 为什么 新加坡的社会安全网 是大家所肯定的 我们台湾过去 也被认为是个很安全的地方 包括观光客各方面 从早上可以玩到晚上 现在不行了 现在坐个捷运 还要左顾右盼 不能看手机 旁边 这个长得很像小董 可是怎么奇怪 怪怪的 表情怪怪的 我是不是要怎么样 这一次幸好 大家一起把这个人抓住了 我看他一开始 我看那个影片 他一开始还抓住一个女生 你知道吗 抓住一个女生 然后后来很多人反击 去K他的头或干嘛的 如果他真的有所谓而为 这种思觉失调的人 请问一下 我们社会要怎么处理 我们知道法院怎么处理 到时候思觉失调 有病 那就去就医 然后被他怎么样 就倒大门 这是目前 我们政府现在 根本没有在理 这些社会安全网的破洞 就是讲一讲 讲一讲 社会安全网越来越大洞 我们最近还在搞费死 你知道吗 我们社会除了前面的洞 没有补不起来之外 我们后面那个司法的问题 我们就加汇这些加害者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社会来 我们社会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